吉安相公所打造校园社区多元共融建设 获得了客家委员会的支持 在吉安国小执行吉安客庄社区环境营造合成专案计划 而同心广场目前已经完工进入验收阶段 预计在7月底就能够多外开放 吉安相公所打造校园社区多元共融建设 或客家委员会支持 在吉安国小执行吉安客庄社区环境营造 合成专案计划 而同心广场目前也已经完工进入验收阶段 31号下午客委会副主委周江杰也专程前往视察验收工程 对于公所团队给出高度肯定 其实合成是过去客家人的文化交流 还有很多相关生活的场所的一个重要的空间 我们希望未来在吉安国小这一个广场 能够提供给非常多的族群能够多元的来利用 让周边的社区能够多多跟我们吉安相公所 跟我们的这个吉安国小能够有更好的互动 让社区跟学校跟相公所能够紧密的联合在一起 接近4000万的同心广场就要完成了 它是从客委会到县政府到议员到相公所 以及学校跟村里共融的一个原地 未来上课时间提供给孩子做风雨球场的使用 在放学之后以及假日周间都是属于乡亲 可以共融使用族群融合的地方 我们相信这是地方结合中央 共融的一个建设 未来可以多元化的使用 我们用一块钱做五块钱来分享给社区 社区校园化 校园社区化 建筑师以花旗花落无止境 客家精神涌流传的精神 设计出童话造型的风雨广场 虽然是科委会补助经费兴建 但未来也可工作部落封年纪 或是岁时记忆足解使用 期盼能成为族群共融的文化场域 打造缤纷幸福健康的吉安乡城 记者徐立琴吉安乡报导